2005年 周杰伦花费51万买下一台20年前的卡罗拉 哎呦 不是哦 现如今这台卡罗拉已经涨至100万 要是给你100万 你会选择一台领克001F2 还是一台不能上路的卡罗拉 不如让我们来看完这台A186之后再做选择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A186 其实还是被改的挺多的 加装了这个防滚架高级的赛道风 拿去下车道问题一点都不大 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下这台A186的深浪 我也简单教下大家怎么分辨A186和A185 我们先把这个勤机舱盖打开 首先就是这台4A之翼发动机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名牌A186 4AGEU发动机 A186这名叫卡罗拉11或者Sprint2 大家也不要满脸问号 一个车咋两个名字 放在咱国内其实就是帕萨特和麦腾 本田雅各和英式派的关系 就是为了在不同经销商网络下卖同款车型 卡罗拉11就是在丰田卡罗拉经销商旗下 Sprint2就是在丰田汽车经销商旗下 如果算上Toyota Store和ToyotaPay的Store 丰田在日本本土就有4家经销商 最初的Sprint2这家经销商要比丰田卡罗拉要高端一些 所以雷琳的目的在于比卡罗拉更运动 这个时候二者的外观差距其实并不大 只是单纯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第四代卡罗拉的发布 这个时候丰田才反应过来 要为这两家经销商做差异化 于是卡罗拉11配备了固定式的矩形大针 而Sprint2则是通过翻盖式大针与卡罗拉11区分开来 但只是外观进行了划分 网上说翻灯是86 矩形大灯是85 这句话其实是错的 无论是卡罗拉11还是Sprint2都有86和85的版本 光靠灯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这里就以这台车几率 简单的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区分86和85 AE86在日本本土市场分为三个级别 GT Apex GT V GT 三者都有11和Tunnel的版本 GT Apex为最高级 提供两门版和三门版的选择 内市场和AE86 GT保持一致 有三幅方向盘 运动座椅 动力转向还有空调等等标配 可以选配线滑超速器电动车窗 电动天床 OM航空运动套件等配件 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 GT B级别稍低一些 仅提供三门版 有着独特的GT B Twin Cam 16测贴花 也可以选装线滑超速器 OM航空套件等配件 GT是最低级别的 也是AE86的基础车型 仅提供两门版 使用的是AE85 SE的内饰 也是86车型中唯一一个后轮 属用古式刹车的车型 所以纯通过看后轮刹车是无法去问86和85的 想要知道到底是不是86 只需要看发动机就知道了 因为86算是85的性能版本 所以咱们直接打开引擎盖 AE86搭载的都是4AGEU1.6升4缸发动机 AE85搭载的是3AU1.5升4缸发动机 这是低点区别 然后咱们进入驾驶室 因为AE86的发动机要比AE85要强 所以转速红线也要略高一些 86红线为7300转 85红线为6000转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AE86这个代号叫这款车呢 当然也和头文字底有关系 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日系的奇怪的命名规则 我把85和86的车型代号拉出来 你就会发现这个A分的太矮细了 如果你不花时间梳理根本看不懂 还是AE86举例 A代表丰田3A 4A 5A等A系列发动机 像老Super中的JZ A80中的JZ就是指1JZ 2JZ等JZ系列发动机 第二三位指的是车系代数 一指卡罗拉 E1是第一代 E2是第二代 E315是第三代 E7是第四代 E8是第五代 第四位是车型 市场不同 数字也就不同 012是不同市场的四门轿车 三门先备车 五门旅行车 568是不同市场的两门三门轿跑车 而之所以这么乱 是因为日起的车辆识别号不是国际常用的VIM编码 而是通过车架号底盘号或者车辆ID 还有车型代码和排放代码来识别他们的车辆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串字符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VIM编码 无论是在动漫中的拓海还是电影中的周董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台万转240马力的AE86 但在现实中 CGE无论是哪一代的数据都对不上 这台发动机是真的存在还是作者虚构出来的 CGE自代表了该发动机是四缸配置 A代表了该发动机属于A系列 据代表这是一个双顶制突轮轴气门系统的发动机 E代表了电子燃油喷射 这款发动机从发布到停产一共推出了五代 AE86搭载的便是第一代CGE 标志性元素便是发动机上的蓝色16VL字母 这一代CGE有一个外号Bigport 因为设计师给其设计了较大直径的寄信旗管来适应改装需求 保证经过大幅度改装的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也能获得足够的进气量 并且与如今高转发动机上常见的20-25度的气门夹角相比 设计师为CGE将气门夹角扩大到了50度 因为他们相信这一改动能让发动机在高转速下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而之所以在设计之初便预料改装潜质 而是因为当年日本汽车文化崛起街头跑车逐渐变多 间接导致了交通事故的频发 于是车企之间便拟定了一条马力不超过280 时速表不超过180公里每小时的君子协定 但只要是规则就有漏洞 这条协议只对汽车生产商生效 而最后改装设厂没有限制 而在日本这片不大的国土面积上 虽然仅有10家左右大型的汽车集团 但却有近万家零部建厂 这也是成就整个GDM文化的关键所在 但很快设计师们就发现了BigPort的设计 虽然会让发动机在高转上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但是在中低转速时 却同样会因为进气不够性能下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设计师为CGE安装的TBS可变进气系统 简单来说 CGE有8个进气阀门和8个排气阀门 在发动机处于中低转速的时候 关闭其中4个阀门 保证发动机吸入的气体处于较高流速 在高算数下 8个进气阀门全部打开 保证发动机有足够的进气量 也就是说TBS让CGE发动机 在几乎全部转速区间都有不错的扭矩输输 时间来到1987年 丰田展现A186的继人车型A192的时候 也发布了第二代CGE 丰田因为想要和本田思域打价格战 前置后驱的布局一去不返 主要带着的是相对普通的前置前驱 并且三门仙辈式车身的风格也被放弃 Sprinter至此跌落神坛 第二代CGE和初代相比区别不是特别大 仅将突轮轴盖顶部的字体颜色改为黑色和红色 钢体厚色的加强金从3条增加至7条 TBS可变经济系统得到保留 换上了直径更大的连杆 是较为有限的 但是因为可靠性高 结构简单 改装难度低以及比较清等优点 深受赛车手和改装爱好者的喜爱 但不知道是不是丰田自己也觉得 这代更新太晚来了 就推出了一个GTZ的选装包 也就是将CGE换成增压版的CGE 最大转速6400 最大马力165 在第二代发布的两年后 CGE迎来了第三代更新 可以看作是A192的大更新 三代机虽然沿用了银色涂装的突人轴盖 但是设计师将上面的字符全部改成了红色 这也是外号红头的由来 同时为了改善前几代机型 因为机器直径过大 导致的进气气流过低的问题 设计师缩小了进气气管的直径 并为了进一步压榨性能 压缩比叶从9.4比1 提升至了10.3比1 作为最后一代16气门车型 这一代最大功率140马力 最大转速7200转 又过了两年 丰田又推出了A192的寄人车型 AE101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日本经济泡沫的顶峰时期 AE101将车身、底盘、发动机 变速箱安全等方面的最新技术 融入到全新E100系列中 因此车身尺寸增加到了日本政府规定的 允许最大尺寸 完全变成了纯家用车 几乎和运动车型不沾边 翻盖式大灯也因为法规问题 在90年代初开始陆续被淘汰 雷林开始采用和卡罗拉一致的固定式大灯 虽然在外形上与运动无关了 但是AE101的发动机 确实迎来了重大更新 四代CGE 丰田和亚马哈合作开发的新发动机 气门数从16个变成了20个 丰田的可变气门正式系统 压缩比也进步提升到了10.5比1 在7400钻石可以爆发出160马力 这台放机的标志性元素便是镀隔字母银色突轮盖 俗称银顶 也就是拓海所使用的发动机 但很明显数据依旧对不上 就当我一抽莫展的时候 发现CGE表面上是一台驱动AE86这种家用车的发动机 但背地里AE86和4AGE可没少征战赛场 1986年的欧洲房车锦标赛中 AE86打败了宝马M6梅赛德斯1901等一众车型夺得了冠军 1986和1987年的英国房车锦标赛中 AE86打败了BMWM3等车型取得了两连贯 也是在1987年投文字底的原型人物 土屋龟式拍摄了以山路飘移驾驶为主的电视宣传片 Prispy 这个影片土屋龟式驾驶者丰田AE86在完全开放的山路上 展现了飘移这种80年代拉约赛中最常见的过弯方式 很快这种炫酷的驾驶风格在坊间快速流传开来 招了日本轻车运动管理部门并对土屋龟式进行了警告 下次再翻就吊销他的赛照 而当时拍摄Prispy这帮人也就是投文字底动画版的主创人员 但这些发动机的参数依旧对不上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我发现丰田在90年代偷偷摸摸的和Cosworth一起赞助了FORMULA ATLANTIC赛事 这是CGE的机身巅峰 FORMULA ATLANTIC的历史始于FCCA FORMULA B级别 该级别成立于1965年是单座方程式赛车 发动机排量不超过1600cc 而在2005年之前 车手们可以自行选择丰田CGE或Cosworth BDD 而用作这个赛事的CGE 在赛道上可以做到万转时迸发出250马力 也就是说拓海那台CGE的原型是一台赛用发动机 按道理来说拓海跑赢叔叔的奔驰还是很轻松的 1995年投文字底的漫画开始连载 CGE的最终版发布AE111也是最后一代使用SPRINED TRUNER的车型 其实投文字底也是一场豪赌因为AE86并没有流行太久 在1987年本田就推出了搭载B16系列高性能发动机的思域和CRX 已经对SPRINED TRUNER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纵使后续丰田推出了AE92和AE11的后续车型 但依旧无法挽回颓势 AE86也开始被新世代的车迷所遗忘 沦落到在深山里送豆腐 但是1995年的漫画家《虫野秀衣》改变了AE86的命运 投文字底让AE86重获新生 塑造了一代人的审美观念 让其重新成为车名中赤手可摇的宠儿 一时间全世界的车迷都在寻找已经灰影山林的AE86 此时86已经不只是属于秋明山的回忆更是一代人的情统 W некrism XD XD XD